今天的知识小学堂 我们要带您来认识这两个人 张勇跟舒平 你可能会想他们是谁啊 听都没听过 但如果说到海底捞 这你总该听过 而且也吃过吧 连锁麻辣火锅店海底捞 从中国红到台湾 那么刚刚说到的张勇跟舒平呢 就是创办人 他们是一对夫妻 但其实他们的故事还蛮励志的哦 当初是靠八千块人民币发机 在四川开的是 小小四张桌子的麻辣烫 怎么样红到亚洲 而且现在还变成了 餐饮界的富豪呢 我们就来带您看看他们的故事 现在照片中的这两位呢 其实就是创办人了张勇跟舒平 因为他们现在办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去年九月上市挂牌 当初是17.8元 现在已经收在30.8元了 市值冲破千亿港币 那也因此呢 让他跻身为全球餐饮的首富 高达656亿元哦 那么也因为呢 他们后来是入籍新加坡嘛 所以呢 也变成了新加坡的富豪榜第三 到底为什么海底捞可以成功呢 如果你有吃过的话 你可能会对他们这个非常浮夸的表演模式很有印象 就是会有专家在你面前直接拉那个面条 还有这个穿去便脸 那其实他还有一些非常甜蜜的这个小小服务 我们就带您看看 好 包括如果你是一个人去吃麻辣火锅的话 他也会有陪吃员哦 这个陪吃员不是真人啦 就是玩偶 当初有人去吃的时候发现 我只是离开座位去拿酱料 回来以后我的对面怎么多了一只小熊 还多了 有的是顽皮豹 有的呢 可能是小熊维尼等等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我们同事亲自遇到的状况哦 去吃在等待位的时候 店员说你要不要折星星啊 一颗星星可以折抵五块钱 最后这一餐呢 让他折抵了一百块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福利 那再来呢 顾客如果头痛帮你按摩 还有人说带小baby去吃饭 结果呢 他说你要不要床呢 推出来的不是婴儿餐椅 居然是一张大床 而且他们对员工也是非常照顾的 员工要离职的话 还给你嫁妆 好 像店长直接给你四十万 但如果你是区经理管理店家 那我就送你一间店面 所以你看他们队内对外都很大方 那到底他们的成功还靠哪些 接下来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排队等吃火锅 有专人免费擦皮鞋做美甲 甚至有穿聚便脸的桌便秀 还抵捞火锅靠着超贴心服务 不但红遍中国还插齐美日韩 新加坡和台湾 创办人张勇夫妇更登上 全球财富成长最快的富豪行列 海底捞发展到今天 我一直从来不做计划 你有多大的能力 你做多大的事情 最新统计海底捞创办人 张勇和太太舒平 今年财富成长大约 一千八百五十二亿台币 才三个月 身价就暴增了百分之七十九 你仅在新加坡为例 今年我们都开了八家的排队 但一手拼出火锅帝国的张勇 一开始竟是个完全不懂餐饮的 电汉工 二十二岁的时候 已经有过两次创业失败经历的张勇 迎来了他的转机 与同学合伙开了海底捞第一家火锅城 二十五年前张勇和朋友 凑了大约四万块台币 买了四张桌子开启火锅店 凭着一股热忱和激起态度 快速展店 我们四张桌子起家 你只要敢做九十年代初期 你做什么都能赚钱 从电汉工姚生成为 全球餐饮界首富 一年可在全球海捞超过四百六十亿 海底捞也在去年成功上市 张勇和妻子两人更入籍新加坡 成为新加坡公民 以肉麻及服务文明的海底捞 野心不止于此 接下来准备进军纽约伦敦 持续征服全球消费者的胃 三粒新闻赖宏报导